意念的灵 行为的感 我们的祖先虽然已经没有肉体了 但是他们的意识还常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这就是为什么叫灵 人虽然死了 但是你们爸爸妈妈 曾经在世时讲过的某一句话 你们还记得 这句话会影响你们吗 会影响 会影响你的一生吗 会影响 这就是因为他们的意识没死 所以人不会死 就是这个道理 肉身死了 而精神永存 反之这个精神 也会给你造成伤害 而且也是一直存在 很多人的爸爸过世了 他说 我爸爸过去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也继续这样 然而 因为当时他父亲的某项决定是错的 然后 他现在就在精神上吃他爸爸的苦头了 要懂得 把你意识当中存在的东西分成善和不善 不善的东西 一定要拿掉 不拿掉的话 很快就变成恶了 今天脑子里有爱众生的意识 很好 如果你现在有不善的意识 我觉得有些人很讨厌 那么这个意识很快就会变成意念 你会恨他们 又转换成了恶念 所以你的心里绝对不能有恶念 在家里也是这样的 你对老婆要经常想一想 过去你爱她的时候 现在你觉得她很讨厌 实际上 这是业障献钱 这个时候 你无论如何 要懂得这个道理 思想中 必须善念献钱 你要觉得 老婆很辛苦 照顾家庭 养孩子 都很不容易 这样 你才会可怜她 我们看别人 都要保持一个观点 就是要多看看 别人不容易的地方 你才会可怜别人 生出慈悲心 师父看到 母女两个人 为了解决争斗 坐飞机赶到澳洲来看师父 师父很心疼他们 他们跪在菩萨面前哭 师父也很难过 吵架时 相互诅咒对方折寿 其实 她的妈妈 没有去掉十岁 下面只给她去掉了五岁 师父都看到了 但是师父 一定要让她明白这个道理 以后不能再乱讲话 而且她妈妈 克女儿的命 也相当硬 女儿已经跟师父当场说了 只有师父最了解她 她妈妈一讲话 她就胸口闷 她就讲不出话来 她就难过 她就想哭 看看这孩子 已经被压到什么程度了 在人的意识当中 经常存在的东西 实际上 就是灵 而灵 又可以化作意识 意识就是你的灵 灵后面还有感觉 有灵感 灵性 各种灵异事件的发生 都离不开一个灵字 所以当一个意识出来 实际上就是有灵感 有时候 你想一件事情想通了 就是灵感来了 所以当你想不通的时候 就是意识 卡住了自己 为什么人家对我这样 好了 意识卡壳了 实际上 这就是灵性病 灵性病 是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 你的意识 想不通 你的意识 受到阻碍 你的意识 受到外界影响后 意识 转变成负能量 灵性病 就是人们常说的 精神病 一旦精神上 受到折磨 灵性上身 也是自己造成的 那么这种灵性病 就会循着 因果循环 因果循环 就是因果轮回 想不通 就会难过 难过了之后 会更想不通 想不通更难过 那就一直在轮回 每件事情做不好 恨自己 再做不好 又恨自己 看这个人不顺眼 越看越不顺眼 然后 开始嫉妒别人 今天我嫉妒你了 过两天 我还是想不通 那么再嫉妒 再想不通 就是走进了 精神领域的死胡同 人的念头 一直在自己的意识当中存在着 如果你不改恶念 不把恶念修正 你这个不好的念头 就会一直存在于 你的意识当中 如果你把它改正了 你的善念 就会显现出来 学佛人 一定要放开自己 必须要觉得 你是为自己在修 希望自己开悟 你要这么想 菩萨在上 我某某在下 观世音菩萨 我所做的一切 菩萨全部关键 我是真心真意的 学佛修心 如果你们跑到观音堂来 还搞假的一套 师父真的 不要你们来了 师父要你们真修 假的 有什么用 假修 是没有任何功德的 假修的人 自己一定会在修心上 出偏差 感谢观世音菩萨 可能是在修心上 我看你这种 是个奇怪的 我想我的视频 优优独播 有什么意思 那种 这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